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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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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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講真誠之美 其實主要談一談 如何在學習的過程裏面保持一份真心 我相信對我這個很受益非淺 對大家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來分享一個自己的經歷 差不多一年多前 我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哲學系畢業 在離開倫敦前呢 我和我的program point data 約了最後一次office hour 我問了他一個問題 我說如果在日後的生活裡面 我還想繼續求知 還想繼續做一點研究的話 我該做什麼 他回答我說 你應該去找一個你真誠的關心的問題 這邊他用了一個詞叫做honesty honesty陌生嗎這個詞 學術honesty 我們的JC老師每天都給大家講 叫honesty 你不可以抄襲 你要學術引用規範 你所有的這個作業啊 會上廳廳被查的 那我這邊呢 顯然講的不只是這一點 回國以後 我反倒有了更多的閒暇時間 因為不再會有一堆作業要去做 不過再會有一堆文本要去念 反倒讓我可以好好地想想 我的老師說的honesty這裡到底指的是什麼 想著想著我覺得差不多想通了 大概就是說 你要坦誠地面對你自己 然後真誠地去對待學問 對世界上一個小小的問題 做出一個源自你真心的解答 我相信這是大家求知求學都非常必備的一個態度 而在我看來這就是一種honesty 這就是一種beautiful mind 我想說求知的過程有的時候就像釀酒一樣 釀酒你需要把握時機 你需要有耐心 你需要有降心 你需要有巧心 一刻也不能急 一刻也不能錯 如果你急了 你錯了 酒的味道就不一樣了 學習有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這個時代往往不允許大家有那麼多的耐心 比如說大家為什麼學習 可能會覺得每天學習 本來是一件很快的事情 我也相信學習是一件很快的事情 可是我們往往會被很多別的東西給壓得喘不過氣 比如說 deadline 比如說你要考這個標話考試 比如說你有各種各種其他任務 我們這個時代其實是一個蠻急躁的時代 但就是因為這個時代急躁 讓我們保持一份耐心 保持一份真心 保持那份honesty變得更為重要 同樣是學習 同樣是研究 有的人覺得很辛苦 有的人覺得很快樂 為什麼有的人辛苦 有的人快樂 我想說這個是和你能不能找到 內心那份honesty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如果你覺得心裡覺得學得學不下去 學得非常辛苦 不妨先靜一靜問一問 你到底對什麼東西好奇 問問你的內心 你學習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學習 你真正關心的東西是什麼 你好像覺得我現在做一個局外的人 在給大家講一些大道理 其實並不是 接下來我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個心路歷程 也是我自己走過的彎路 我差不多在大三大四的時候 給我自己規劃來調在學術圈發展的道路 然後呢我去台灣念了我的第一個研究生 然後成績非常好 老師也非常器重 然後幫我寫推薦信送我去英國 一切看來順風順水 可是到我到英國以後 我卻發現我一天比一天不快樂 越來越不快樂 為什麼會不快樂 當我發現對學術圈 那時候你好像有種類似馬克思說的 異化勞動 你不再是學習本身了 你要經營關係 你要想著 如何未來在一個事業上有所發展 如何在學術圈 如何申請到一個好的PhD Program 當這些想法 大於你對學術本身的追求時候 我知道一定哪裡有做錯了 這是讓我不開心的一個源頭 我怎麼讓自己找回那麼快樂呢 這方法很簡單也很諷刺 學術圈的事情不要去想了 不要在學術圈發展了 好了 把你的重心真正放回到學習上 把你的這個重心心思真正花到讀書上 我發現這個成堆的文本 終於變得重新有趣了起來 我開始真正享受思考 我覺得越來越快樂 然後我的朋友說 哎呀 王玉菲你被救贖了 我被什麼救贖了呢 我相信就是被那份Honesty 被那份對知識的真心所救贖了 有人可能會說 王老師啊 我未來呢可能也不會去跟你一樣 研究這個做學術 也不會想說去研究哲學 或研究社會科學 以後也不會選擇這樣的專業 那Honesty有什麼用呢 我想說這個東西不只是一個個人興趣 而且還推動了社會發展 其實你的困惑我也有過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懷疑 自己為什麼要學習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 我跑去找我的老師 我說 老師我覺得我們的學術研究 越來越精緻 越來越細緻 這個邏輯越來越嚴密 可是我們的世界真的有變好嗎 然後我老師說 其實做學問做研究 並不是說我要建構一個很宏大的框架 馬上讓這個世界有一個Solution 並不是這樣 而是說你在一點一滴的努力中 去鬆動一些社會原本固化的地方 去讓社會一點一點往前推進 而不是說要有一個很大的跨越 這個裡面就需要Honesty 我相信在很多人類社會的變革裡面 都是這種點點滴滴的Honesty的累積 我舉兩個比較近現代的例子 我非常喜歡一個哲學家 叫做Peter Singer Peter Singer他從1970年代開始 提倡動物保護 那同時他也是個素食主義者 可是那個時候 動物保護是個很新的概念 就是因為他從自己的學術興趣 一點一點去推動 今天動物保護已經蔚然成風 我相信大家心裡也多少 會接觸到一些跟動物保護有關的理念 這當然不是提倡大家吃素 但這個理念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近年來他推動一個概念 叫做有效的利他主義 英語叫做effective altruism 那他已經影響到了非常非常多 公益組織和慈善組織運作 他原來是個哲學家 他就這麼一點一滴 因為知識的興趣 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好 我相信同樣的例子 大家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 他不僅是一個個人興趣 也是一個對社會推動 非常有利的一個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honesty 我剛才說的東西 非常的高大上 和你們距離很遠 畢竟你也暫時 大家都不是那麼偉大的哲學家 大家暫時也沒有辦法 作為高中生 暫時沒有辦法推動一個 很大的社會變革 但我覺得不要擔心 坦承地面對自己 真正地問一個你內心關心的東西 對世界保持好奇心 我覺得你便有了這份beautiful mind 這邊是我今天想要說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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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